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科技微报 我是龙二 今天是12月18日星期天 一起来看看今天 都有哪些科技资讯吧 小米MIX发布之后 那热度不用说 大家也都明白 于是有果粉居然自己动手 打造了一台无边框的iPhone出来 并将其命名为iPhoneMIX 从网友放出的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 这部iPhoneMIX所有的功能 基本上都能正常使用 包括拍照 通话3D touch等等 甚至台湾唤醒 光线距离感应器等等 都能正常工作 这动手能力 小编觉得给他1024个赞 都不够的说 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 屏幕前的小伙伴 可别轻易去尝试 搞不好就报废一台iPhone哦 近日有分析之称 苹果芯片供应商台积电 将会在明年4月晚些时候 开始生产A11芯片 该芯片将采用 台积电的10nm生产制程 当然除了A11 苹果新一代iPad中的A10X芯片 以及联发科的Helio X30 都将采用10nm制程 而且这两款芯片的生产时间 都会比A11芯片的时间早 小米在几个月前 才发布了小米笔记本 现在有网友又曝光了一张 小米笔记本新品发布会的 预告海报 图中显示 小米将于12月23日 在北京举办 小米笔记本新品发布会 海报右上角 出现了小米和中国移动的logo 看样子 这应该是一款运营商的定制机型了 具体会有哪些变化 所以当天小米怎么说吧 目前的智能手表最大的通点 就是续航能力不行 但现在有一款产品 似乎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国外某众筹网站上 一款名为Matrix PowerWatch的智能手表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该手表不仅拥有超高的颜值 最重要的是 它可以将人手腕上的热量 转化为电能 而这些电能足以维持 手表内置的超低功耗处理器 正常运转 与此同时 它还能够准确地测量出 你燃烧的卡路里 该手表目前售价109美元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更多有趣的科技资讯 欢迎大家访问 我们的官方网站 Vizor.com 当然别忘了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izor 获取最新的推送 科技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